这项研究用图表展示了大城市的特户病房接收的阿片相关疾病患者的数量 研究作者之一的詹尼弗·斯蒂芬斯医生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是令人救心的案例 他们通常是中年人 所以他们有父母 有孩子 他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关心他们的人 而且越来越多这样的人被送来危重病房 我们想知道这是否是整个国家都在经历的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 研究发现在2009年到2015年间 这种病例增加了34% 斯蒂芬斯调查的医院全部位于主要的都市地区 他警告说 这一数字在郊区可能会更高 我们能做的就是咨询美国一些最大型的医院和大部分城区医院 以及对这个群体最了解的人们 我们怀疑这些病症的流行 特别是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例 更大规模地涌入了乡村社区医院或者城郊社区医院 而这个等式的另一头则是处理阿片相关疾病患者的成本提升了50% 从2009年的5.8万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10万美元 我们看到成本大幅增长 反映了疾病的严重程度而不是别的什么 斯蒂芬斯说 他担心阿片危机会使医生无余力帮助其他人 无论我们的医疗系统如何努力 总有更多的人死于药物过量 或者阿片物质使用障碍引起的并发症 斯蒂芬斯和他的团队表示 这个报告的另一个惊人发现是 这些患者中大部分是对街头交易的海洛因成瘾 而非处方类的阿片药物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 华盛顿报道